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发生的场所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区中 节目中的设定是有四位老居民 分别是小卖部老板张绍刚 退休副教授蔡明 万能打工人许天琪 社区的女管家垂纳丽莎 而R1SE各位成员就是即将搬进来想要聚会的小伙子 大伙之家中让人火大又好笑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童年游戏拉开节目序幕 本期因为行程安排 前期节目R1SE致来了周震南 张延祺 姚春 赵雷四位成员 而本期的新朋友就是三位脱口秀选手 也是在脱口秀大会成功出圈的徐志胜 豆豆 何广志 而为了拉近新老居民之间的距离 大家本期的团建活动就是社区童年游戏 而这些游戏从山画片 弹珠 木头人不许动等都是最传统的童年游戏 徐志胜和姚春被推选为两队的队长 用最简单猜拳的方式来选队员 志胜这个不争气的花瓶竟然连败了 六猜六输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最终志胜这边加上他只有三个人 而姚春那边竟然有六个 人数的不平衡说明就好玩了 周震南现出吹纸片绝迹 周震南通过东南西北这个游戏选出了今天第一个游戏吹花片 你说出一个相声词将自己吹下来的拿走 一队的人合计吹动章数最多的一组获胜 而面对人数的劣势 许志胜作为队长选择第一个上场 选择了一个队友听了流泪 对手听了兴奋的都这个拟声词 队友听了都犯难 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志胜一个都吹翻了所有花片 真是有你的脱口秀花瓶 而因为徐志胜的争气 姚春一队的队友满脸都写着笑不出来 而在徐队长的压制下 姚春队伍的前五个人都表现得稍微有些拉垮 队长姚春竟然也只吹了七张下来 引得队友嘲讽连连 而到最终没想到压力全落在了姚春队周震南的肩上 面对队友的连连失利 甚至觉得可能只有把桌子吹翻的他选择了碰这个响声词 而在重压之下 周震南竟然发挥出了自己吹花片的绝技 将他们全部吹翻 比志胜此前吹的都夸张 他这一绝技也直接炸翻全场 姚春连挑两人被叫姚基王 而决定命运的东西南北将第二个游戏定为了斗鸡 姚春看到斗鸡这个游戏迅速移赴胜权在握的表情 斗鸡采取车轮战的方式 坚持到最后的人所在组就获胜 而姚春因为上一把游戏的失利选择甩先出马 而许致胜队的天琪似乎也很会玩这个游戏 然而这个游戏除了比拼耐力和体力 聪明的头脑也很重要 天琪一开始就选择一个上帝一千自损八百的招 一直旋转式进攻 而姚春则以退为进 表明想要等其先消耗体力 结果没想到天琪在被撞之后冲过来的时候 被姚春灵敏一躲直接摔在了地上 而后在面对徐志胜的持续进攻下 姚春也选择灵活躲避再适时进攻 最终姚春不出意外的获胜 还获得了姚继王这个称号 一战封神的指尖 故事还在继续 大火之家也在迎来送网中开启了节目的播出 后期还有更多2万SE成员的加入 根据此前的路透来看 2万SE成员也会在节目中合体 虎妹可以把这个节目可以看起来了